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剧情片《橘斗》 影片一开场 在20世纪的20年代的某个山区 染坊主杨金山的侄子杨天青出差几个月回到了家 长公二赖子说 你叔又花高价买了个叫《橘斗》的女孩 陈鱼落雁长得那叫一个好看 不过你叔这老王八蛋也忒混蛋 自己不中用吧还爱瞎折腾 你前面那两个婶子榜大腰圆都让他坏了 我看这橘斗也悬呢 原来这杨金山呢一直有功能性障碍 因此一把年纪了还是无儿无女 但这老家伙偏偏有身残之间 没有那金刚钻还非得懒个刺激活 谁也没辙呀 第二天那一早 杨天青见到了被他叔折磨了一晚上的心神的举斗 这杨天青四十好几了还是一诞生狗 一看到举斗的背影就浑上发抖 其实这杨金山呢也不是杨天青的亲属 当年杨天青的爹妈死了之后是杨金山受养了他 所以他们一俩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这染房的活确实是不好干 把杨天青整天累了个孙子时 橘斗进门之后 除了晚上要应付杨金山这个老变态 白天还在干活 看着自己这位性感的婶子 杨天青是当也颤得脑子也换 晚上睡不着白天也吃不下饭 每天看着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橘斗 杨天青这心里甭提我都难受 当橘斗发现杨天青整天偷看他洗澡之后 便故意把自己的伤伤之位直自看 刺激杨天青的身上线 第二天一早 杨天青正干活的时候 哭得梨花带雨的橘斗主动凑了过来 说你叔整宿整宿的折磨我 那孙子就是一禽兽 我真的受够 转过天 趁着杨金山出门 橘斗开始明目张胆的供应杨天青了 这杨天青刚开始还有点怂 可很快就预把握的磨 烈火预干柴 两人马上就开始吓不来了 这俗话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没过多久这橘斗就怀孕了 这下可把杨金山给了坏 他以为是自己的油盐店开的张 可没想到其实是杨天青放的磨枪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橘斗伸了个大碗小子 把杨金山高兴的鞋都跑掉 而杨天青那边也是头着乐 殊不知这一错 便埋下了弥天大祸 家族长老说 这孩子就叫杨天白吧 那边有个杨天青 这边有个杨天白 清清白白肯定不会下回来 几个月后的一天 杨金山牵着驴这边刚出门 杨天青就摸到了橘斗的房间 两人正瞎起腻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 把这二位当时就吓尿了 驴回来了 杨金山没回来 原来这杨金山呢 在半道出了驴货 医生说你输死是死不了 但不中用了 下身彻底不能动 杨天青和橘斗一听 是甭提都高兴 杨金山这一瘫痪 杨天青和橘斗便撒开了花 躺在床上的杨金山 听着那对狗男女在屋里打情骂俏 气得是一阵阵的干啪 却又没法办 第二天的一早 橘斗刚回屋 就被杨金山追倒在地 橘斗说老不死的 我跟你明说 这孩子是天青的种 你早就戴了绿帽还不知道 杨天青和橘斗在外面逗孩子吧 杨金山在屋里听得是心如刀割 难受劲那就不能说 为了报复杨天青和橘斗 杨金山趁着那二位在隔壁吓胡闹的时候 就打算把孩子给弄死 听到动静的杨天青和橘斗急忙跑牛 杨天青上去就掐住了杨金山的脖子 橘斗说快让这个心腹大胖凉快 可杨天青却下不去手 这杨金山毕竟养了自己三十多年 可以说是他的重生父母再造帝娘 而且自己还把人家老婆给上 这鱼情鱼礼也说不过去 到了后半夜 杨金山悄悄地爬出了房间 打算一把火送举斗一二三口上几天 不过他的阴谋很快就被发现 这染房里什么不多就水多呀 大伙很快就被读面了 举斗说老爷 今后你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也别忘心你哥 快乐每一天幸福在人间 要说杨金山这小日子过得还真不错 三个宝一个倒 还经常有人给洗澡 可这老爷子心里憋屈 而且有苦还不能说 几年后 天白正在水池边玩的时候 杨金山日为报仇的机会来了 这哥们刚想下毒手 没想到天白冲着他就喊爹 这一声爹叫的杨金山是泪流满面 一阵阵的干谈 转场之后 杨天青和局斗 跟杨金山和天白在小不同装念 杨金山这会儿感觉特扬眉吐气 说儿子 这是你娘 这是你哥 我是你爹呀 听着天白冲着杨金山一口一个爹 把杨天青和局斗可气得不轻 在天白三岁的这天 家族为天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旁边大婶说天青啊 给你天白兄弟说几句极力话 杨天青是有苦说不出 顿时是嚎啕大哭 局斗说这日子没法过 要不你带着我们你俩走 要不咱就敞开了过日子 让他们随便骂去 杨天青说 这事要是让家族那帮人知道 咱全都得交翻票 局斗突然拿出一瓶披霜说 今儿是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必须把那老家伙给杀了 两人正说着呢 突然门口传来的动静 局斗出门一看 发现天白正拿着石头 砸他们屋门呢 局斗上去就是一大嘴巴 这个时候 杨金山欢快的歌声 从楼上传了下来 原来天白之所以这么干 全是杨金山教措 由于担心自己怀孕 局斗用了很多不靠谱的变方 最终是得了病 而且还差点丢了命 转过天 得意洋洋的杨金山 正在水池边逗孩子玩的时候 天白一不留神 就把自己的养父拽倒水 杨金山手跑脚蹬 这戏份算是正是杀了心了 杨天青说 亲爱的 这是不是你干的 我可是看过水浮传 局斗说 我一进门他就点盒饭 你居然把我笔座喷金脸 你呀是不是脑残 家族长老说 按照家族的规定 局斗不能改家 而且杨天青也要搬出展房 白天干活 晚上住到隔壁老王去 明天杨金山出殡 这一会儿也要拦路党官 以示小心 第二天一早 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就出发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热闹得不行 局斗和杨天青 披麻耐笑拦路党官 七七四十九回 把这二位折腾的是筋皮粒 差点累得吐了血 几年后 天白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了 两人正在闲撤蛋的时候 不幸被天白一看见 由于天白一直防着杨天青 搞得这二位想闷点蜜巴 还得跑到外边的野地里去 这俗话说 天天飙高速 哪能不出事物 时间一长 这二位的行迹就被二赖子给发现 二赖子正跟人讲的眉肥色舞的时候 天白突然就杀到 把这哥们当时就吓尿了 天白回到家 杨天青刚想跟儿子套到近五 就被天白胖揍了一顿 局斗一看气得是花质乱颤 说你这个狗质的杨天白 杨天青才是你亲爹 你可不能再吓回来了 由于杨天白的严防死守 杨天青和局斗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 这二位实在憋不住 趁着儿子出门 两人就钻进了地窑 当杨天白发现他俩的时候 这二位已经因为缺氧哭过去 杨天白把这二位救上来之后 直接就把杨天青给杀了 局斗一看 意识到这日子算是不到头了 一把火就把染房给烧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师押警 镇上有个大染房 里面住着翘沈娘 侄子看着挺忠厚 原来是个白眼狼